都说老顽童是名利如粪土 杨过又何尝不是呢 不同的是 周伯通是心中不装名利 游戏人生 但杨过是不屑 他不屑于世间的盈盈狗狗 杨过从出生开始 就因为父亲是杨康而遭到了各种嫌弃 母亲慕念词 含辛如苦把他拉扯到十二岁 也撒手人寰了 杨过小小年纪 就寄人篱下 无论是和郭敬黄荣去桃花岛 还是被送往中南山崇阳宫 郭敬黄荣和中南山道士 都没有正经教过他武功 好在他义父欧阳风教了他蛤蟆功 使他在危机时得以防身 直到遇到小龙女杨过才败入古墓派 正是踏上了习武之路 在小龙女的引导下 杨过修炼了古墓派的武功捕雀弓 金灵锁锁法 天罗地往事 以及古墓派绝学玉女心经 还和小龙女二人用玉女剑法与全真剑法实现双剑合比 此外在这期间 杨过还学习了九阴真经中的部分内容 比如刻制玉女心经的武功以及遗魂大法 走出古墓之后杨过在画山之巅 从红气功那里学习了丐帮绝学打狗棒法 还曾经用打狗棒法击退了金轮法王 杨过被郭福砍断手臂后 在剑魔峡谷遇见了独孤求败的剑种 修炼成了独孤求败留下的玄铁剑法 此时的他既可压制囚千刃 也能击碎金轮法王的兵器 之后杨过在等待小龙女的十六年间 一边修炼朝系功法 一边集合百家之常 独创了黯然销魂掌 朝系功法是一种修炼内功的法门 通过对抗海浪的力量 来增强自己的内功修为 修炼朝系内力之前 杨过的内力不如李莫愁 攻孙止 修炼之后 其内功直逼五绝 黯然销魂掌曾被黄药师圣赞 唯有郭靖的降龙十八掌能与之匹敌 杨过也凭借黯然销魂掌 一举击杀了反派第一高手金轮法王 至于杨过从黄药师处学来的弹指神通和御销剑法 杨过也基本不会用 毕竟这不是他专精的领域 也就是说 后期的杨过实战会高频用到的武功 就是黯然销魂掌 加上朝系内力 其次就是玄铁重剑 第三次华山论剑时 杨过才三十六岁 武功已经可以和新武爵之手周伯通持平了 因为二人前不久在百花古交过手 周伯通奈何不了杨过 杨过也没能打赢周伯通 但是周伯通年老体衰一旦面对持久战 杨过的优势更大 如果杨过不惧周伯通 那是不是他就可以成为天下第一了呢 当然不是 天下有两人是杨过所惧怕的 咦 第一个能拿捏杨过的高手 周伯通奈何不了杨过 不等于郭靖也奈何不了杨过 杨过就算武功大成之后 也从未和郭靖比试过 他对于自己的郭伯伯 是崇拜和仰望的 从心底里 他也是害怕的 他根本不认为自己能够打败郭靖 也就是说 从实战心态上 杨过就已经处于劣势了 如果杨过和郭靖真有一战 无论是内功 外功 还是他的毒臂 都会成为他的硬伤 内力的修炼 是需要时间累积的 杨过的潮汐内力 仅仅修炼了16年 和郭靖修炼了好几十年的 九阴真经 没法比 杨过的绝学 黯然销魂掌 需要黯然销魂者 唯别而已 以的生死离别之心境 也就是当他想到 与小龙女此生 无法再相见时 所产生的心境 可是 他与小龙女重逢后 这样的心境几境消失 他的黯然销魂掌 也很难达到曾经的威力了 至于杨过的独臂 使得他出招时 面临极大的局限性 郭靖的左右护薄束 可以实现四只手 打出不同的招式 配上天罡北斗阵步伐 战力至少等于七人 更何况他的绝学 降龙十八掌和九阴真经的完美融合 早已超越了周伯通 杨过和会左右护薄束的周伯通 也仅仅是不相上下而已 面对郭靖 就更加不可能取胜了 那么 杨过用玄铁重剑 配上潮汐内力 有没有胜算呢 胜算也十分渺茫 因为杨过所持玄铁重剑 有六十四斤重 如此深重的兵器 需要杨过速战速绝 在交战之初 就需要极大的爆发力 以灵力刚猛去压制郭靖 而郭靖通过修炼九阴真经 早已将降龙十八掌 从治刚发展出了治柔 刚柔并济之间 内力源源不断 后劲十足 再配上天罡北斗阵变换步伐 杨过如果无法实现 一击制敌 后劲会越来越弱 胜算也会很渺茫 所以 无论怎么比试 杨过都是被郭靖拿捏的结果 二 第二个能拿捏住杨过的高手 杨过算是金庸笔下的男主中 智商最高的一位 凡是一点就透 遇到困难都能想出好计策来解决 在他武功还未大成时 曾多次从反派第一高手金伦法王和大魔头李莫丑等高手手下逃脱困 可以说杨过如果他想骗 能骗过神雕中99%的高手 但他唯独骗不了黄荣 黄荣的智商更胜杨过 黄荣很会拿捏人心 只要他想就没有他算计不到的人 从射雕到神雕他的智商无人能及 可以说杨过的智商一直都是被黄荣压制的 无论是在桃花岛上 黄荣阻止郭靖教杨过武功 自己只教杨过读书习字 还是后来他两次劝说小龙女离开杨过 令杨过痛不欲生 在杨过的心中黄荣一直都在拿捏着他的命运 杨过曾想为父亲杨康报仇 杀了郭靖 但是他最终放弃了 除了被郭靖的大侠风范所感动之外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黄荣太聪明了 料是如神 杨过的小心思逃不过黄荣的法眼 他根本没有复仇的机会 所以就算杨过的武功后来超过黄荣了 他对黄荣也是惧怕的